Hey what's up guys 我是馬友 歡迎來到Muse TV 今天我們來到IFC的連卡佛 跟大家講一些波鞋的資訊 講這些資訊之前 我有些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和好著數的東西想告訴大家 就是我身邊的朋友 從來沒有一個可以直接入店鋪 直接原價買燈套 我今天特意跟連卡佛爭取到 就是現在正在看的觀眾 在我這條影片出門那天 我現在放出來這7隻顏色 才會拿出來買 我是浪費了很多口水才能爭取到 如果大家想回饋我為大家爭取的福利 快點訂閱了Muse TV 跟我們的IG追蹤 剛剛好 Let's go 我們現在位於連卡佛的 這個新的pop up store 叫做Kicks Project 主要就是放了夏天可以穿到的波鞋 我稍後就和大家一起探索一下 大家看到這個Kicks Project是很漂亮的 好像一些上學的locker 在這個鞋架的另一邊 就好像一個浴室洗澡的感覺 這個pop up store 只會維持一個月 一個月後就沒有了 我真的覺得這次面子很大 竟然可以幫我撐起了這一堆所有的Dunk 真心的 鞋裡面Dunk 你不可能不可以有 Dunk Dunk是真的很重要的 真的很喜歡Fashion的Dunk 其實是超級二層衣服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 高通的Dunk 在1985年首次推出的 但當初還未到爆紅 那時候主要就是 Target校園 即是在讀書的朋友 那時候有個Slogan 就叫做Be True to Your School 而且那時候的顏色都會有一些很Vibrant的顏色 會吸引到一群年輕人的眼球 真正令到Dunk Low爆紅的時候 就要趕到2002年的3月 在2002年的時候 Nike的Creative Director 就叫做Sandy Bodecker 因為那一排很流行滑板 那就是滑板 即是底層比較重 比較圓頭的一個款式 就叫做SB 那一排Skateboard很紅 所以就爆紅了 所以在那時候開始 Dunk Low才開始紅了這個世界 我可能不認識Dunk Low的朋友 其實平時是很難很難買到 因為實際太多人搶 所以經常都要在炒價的地方買 大家可能少一些店舖 可能都會以為Dunk Low都是1000多元 2000元 這些是炒價來的 其實原價的Dunk Low只是699元 所以我幫大家爭取到在這條影片出街的時候 他會放現貨在店舖買 所以 買到可以告訴我 OK 接著這對是超級無敵受歡迎的 一對小白鞋的品牌 它就叫做Phaja 來自Paris 我看到這對鞋是超級受OL歡迎 Phaja其實它的設計 主要都是一個 平淡的白球鞋 然後有不同顏色的V 黑色 有綠色 有紫色 我之前看過Lencovert 它的Stocklist 我想有10隻顏色 那它主要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就是因為它的理念 它的理念就是 Athletics 再混合 Lesher 它的鞋子 全部都是Made in Brazil 它在巴西當地 全部都是找一些有機農民組織 去製造它們的鞋子 真的很尊重勞工 或者整個生態 所以除了它很好穿 很容易配襯 有一點點設計 也不是很貴之外 它們整個品牌的理念都很好 所以如果你購買一雙千多元 千頭就可以買到它一雙波鞋 有一點點設計 有容易配襯的話 Phaja就是一個很好的推薦 這個Phaja在這裡的這個月 它們都會有一個藝人在這裡 可以幫我們去畫畫的 因為我自己選了一雙純白色的Phaja 就會找它幫我去DIY你的波鞋 首先讓我介紹一下它就是Phaja Phaja 你好 你好 在20號的時候 它就會在廣東道 幫人去customize 它是白色的Phaja 只是Phaja的款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點 都可以去連卡佛 知道的 所以我們跟連卡佛合作 會有些圖案可以讓你選擇 那會畫在哪個位置呢 我們會畫在這個Ankle的位置 除了圖案之外 都會有一個顏色可以讓你選擇 我想選這個圖案 這些灰色是粉紅色的嗎 可以 沒有問題的 那你之前是否做一些 在波鞋上的Phaja 會多 還是畫 真的畫 還是什麼呢 讀書就是普通Phaja 由於自己喜歡 可能喜歡波鞋 經常畫在畫部都會比較悶 即是久而久之就會嘗試畫 一些可以穿上新的東西 例如是牛仔布的jacket 褲子 甚至是波鞋 我想問 怎樣可以令到這些畫的東西 沒有那麼容易脫色呢 本身它的顏料呢 其實我們都會選擇一些防水的顏料 還有完事之後呢 我們就會加一些coating 去保護整個我們畫了的一個部分 就不會了 我剛才除了說完Phaja 或者Nike 大家都會常聽過的品牌之外 我想多說一些 可能大家比較少聽到的 但是呢 都是一些很有功能性的品牌 第一個想說的就是Solomon 那Solomon呢 就是一個hiking起家的品牌 那它有一點點特別之處 它這個面綁鞋帶的一個設計 就是這樣拉就可以了 解就按下解 那這個是一個其中 它們會在它們鞋上面有的一個技術 還有呢 它是一雙很實用的鞋 它是很防線 如果你看它們很多一些 你會看到它們的照片 都在石頭裡面拍的 那它的價錢呢 都是一千多元可以買到的 Solomon 跟我說的下一個品牌呢 都是非常之大的關係 在Solomon 做了25年的CEO 和他們的Marketing Director 跳了出去 Solomon 離開了Solomon 開了一個新的品牌 而這個品牌就是 叮 這個Hokkaoneone 它們的品牌名呢 Hokkaoneone 在這個毛利魚的意思呢 即是 It's time to fly 的意思 那其實它們呢 都是主要 都是Target Hiking 行山的一個品牌 那我覺得幾特別就是 Hokka它的波鞋 是厚底的 還有呢 它是有很多一些 比較特別的款 它還有一款 是一款通洞的波鞋 就是整個感覺 你看到這個品牌 是真的想放多些潮流的元素 進它們一些很功能的鞋子裡 我知道可能很多人都不太認識這個品牌 所以就在這裡介紹給大家 那下一個要講的牌子 就是很多人都認識 但是我想講一些我對它的看法 就是New Balance 近這幾年 很多人都很流行 Daddy Shoes Dad Shoes 那其實New Balance 也有一點點那個路線 因為它們的理念就是 Normal plus Hardcore 所以它們的理念就叫做 Normcore 那 whereas呢 我覺得其實New Balance 有些款式 雖然是Chunky得來 但其實它很輕 而且它很容易襯衣 就算是穿著正裝 即是可能是穿著西褲 其實都很好襯 我們之後呢 就去到這個Designer的系列 說的這些是比較貴一點的波鞋 但是呢 它們有它們的一些故事 第一個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Amiri的波鞋 是一個骨頭波鞋 Amiri的Designer 就叫做Mike Amiri 那它本身就很喜歡一些Punk Rock Rock and Roll 這些元素 那Amiri呢 其實相對地 是一個小眾一點的品牌 所以如果你們穿它們的Design 就沒有那麼容易撞 而且它還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例如這個綠色 這些色 還有呢 也有黑色的 即是如果你覺得 穿Dunk Glow 又不想跟人撞 其實Amiri也挺好看的 好啦 接著要說的呢 就是Chloe的波鞋 它們的理念呢 就是Maximalism 那雖然呢 它的設計上 遠望呢 看起來好像簡約峰那樣 其實呢 它超級多detail 例如呢 你可以看到它呢 用的knit 用的stitching 全部呢 都是用不同的顏色 那它是透過這些 很複雜的編織 去呈現 它鞋款那種繁複的 風格的感覺 那還有呢 Chloe的波鞋 有40%用的物料 都是一些環保的物料 所以呢 它們都會把環保這個理念 放在它們的設計裡面 那大家看 我拍完這條影片呢 那些燈樓已經收起來了 已經進了倉了 它們呢 就會準備留在這條影片出街 才用出來 給大家去買的 真的很努力 才幫大家爭取到 大家一定要訂閱Muse TV OK 給多點鼓勵給我們 下次再Fight多點福利給大家 記住 不只是IFC的連卡佛 是廣東道的連卡佛都有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摸到今天 我會見你 喝一杯 又有幾個 天啊 我會拍照 我會拍照 再超級刺激 你 看看